你 干嘛把门过来 为了防止你再次逃跑啊 你这是非法囚禁你知道吗 给我们把门打开 裴秋哲不是已经把你甩了吗 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啊 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 你问这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哪一个 我警告你 我不许你再给我玩消失 不许你不接我电话 不许你见到我就跑 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上司啊 我未婚夫还是你顶头上司呢 自己有危险都不知道 吴大森 你以为我会怕吗 总之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好好执行 否则后果自负 还威胁上我了 你也不看这谁的地盘啊 谁的地盘啊 总 总之 不是我的地盘 当然也不是你的地盘 所以我们好好找个自己的地盘 好好说 行了 你是怕被老男人知道是吗 那我们可以求求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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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姨 哎 你听好了 我要开始追求她 那个 顾姨啊 她开玩笑的 你别搭理她 回去吧 啊 没事没事 回头回头我转告她一声啊 行 那今天我就住这儿了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反正我们家妓妓也不在啊 住吧 这么随意的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 都这样了 我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呀 你不走 我走好了 哎 你去哪儿啊 去小龙家 既然你想待在这儿 你就待在这儿吧 你们俩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 一起 联络一下感情 我是要看住你啊 看住我 我长这么大 能看住我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呢 那你就试试吧 我给桂仪塞红包了 桂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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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想去的话 我随时不眉 你怎么了 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万一真碰到老男人回来 怎么收场啊 好久都没有看剧了 没想到现在的言情剧 还挺好看的 你这样是在自我毁灭知道吗 公司有多少员工等着你领导呢 自我毁灭不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吗 那你慢慢塑造吧 你还不傻 那我先不傻 看不傻 Ii 嗯 好歹我也住了這麼久 也算是半個主人了吧 居然還想把我關住 長那麼帥 智商壞的 可這事總得有個了斷吧 我這麼淘下去也不是辦法呀 況且把他一個人留在那兒 我實在是太不仗義了 我得回去解決 解決 你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嗎 對呀 你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還不如大事化小 小事化糖 糖皮雖然可恥 但是很有用啊 教導 袁思雅 站住 師父 快開車 谢谢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是不是傻 你不是说要去龙笑容家吗 怎么 你现在 还想上去吗 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输了 我没跟你玩 这就是对你耍赖的惩罚 你就那么反感我吗 我只是怕温静晨回来了会误会 你怕他误会干嘛和裴修者去酒店啊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怎么知道 你跟他去酒店干嘛 难道是温静晨 你还好吧 你有没有受伤 让我看看行不行 你有没有受伤 你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受伤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算了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离你远一点 那你干嘛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啊 我有我的隐私 是 你可以有自己的隐私 但是我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就很不爽 尤其是你还隐瞒我 今天晚上发生了所有的事情 不许对外说 如果让我知道了 你懂的 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不是 你这人 我都说了你离我远一点了 不是 你干嘛要躲啊 我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 我都跟你说了几百遍了 离我远一点 离我远一点 你就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 总把自己的喜好 凌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有那么严重吗 我 我我我我什么我啊 明明知道我是有未婚夫的人 还得搅回进来 你非得让温家撞进你才善罢干凶嘛 你 你你你你你 你不爱工作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你好点考虑一下别人啊 温家财大事的 我只是不想我的家人被连累 安安稳稳地把约解了 你非得把事情闹大嘛 你知道我是谁吗 其实我 算了 我们互相冷静一下吧 暂时先不要再见面了 你走吧 走啊 什么事啊 你准备帮我们天一亮一边多久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温总您 对一下进一步的方案呢 这才刚开始几天啊 项目部已经开始着手了 你们用得着什么着急吗 那肯定啊 我哪知道 你是不是又被那纯真的感情给耽误了 我只是适当地提醒你一下而已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你可别忘了 这次的合作 你爷爷看得有多重 不要把心思放在没用的地方上 还有啊 我看那女孩 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看 为了一个女人 失去理智 你看我做什么 吃醋了 我会浪费时间 在吃醋这件事情上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神 已经把你给出卖了 不过你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很担心你 一个女人如果把感情看得太重的话 我是一般的女人吗 好 保持你现在的这种自信 不再对一下合同吗 不看了 相信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你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站着呢 不就不小心听完整通电话 不过我瞬间都忘了 哎呦 怎么了这是 你说怎么了 被赶出来了呗 你说你们这剧情 那怎么就这么曲折呢 那所好的大结局呢 我们互相冷静一下吧 暂时先不要再见面了 你走吧 桂姨 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那么好脾气的人 都被您给整生气了 优秀啊 你说这一般女人生气啊 你买个包 那再大的气也就消了 可是这小圆呢 一看就不是一个包能哄好的呀 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是 可是他也太理直气壮了吧 你说我该怎么办 嗯 事已至此 不如我们就 破罐子 哎 破摔 我来 讲了你的故事 这次是不是也该轮到我 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了 这种事儿 有来有往 你是说 有人在追你女人的事吗 这个人跟你很像 也是个痴情重 但是他总是会去打扰我跟我女朋友的正常生活 像你这一类人 对感情都那么执着吗 爱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执着 这是爱 这是第三者插足 爱情不分下来厚道 你很有经验啊 我喜欢的女人她躲着我 我连原因都不知道 既然躲着你 就证明不爱你 人家根本呢 就不想见你 你 不会一直纠缠下去吧 有什么不行的 谁啊 是他 你先别过来 怎么了 我 我听着你好像有点咳嗽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你做好就行 我原本以为 温经理是个人才 可没想到 竟被你迷成了一个傻子 不是让你拖他下水 谁知道他眼光那么多特意要选我啊 给我个解决方案 我走 我明天就去办离职手续 谁让你去办离职了 你放心 我自己有的麻烦 我肯定会解决的 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殃及无故啊 那个 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想尽快地赚到十万块钱 所以才找了一个投机取小的办法 这道歉 能挖回我们公司的损失吗 那我要怎么补救啊 我要你帮他拿下城关商业去开发权的案子 我 我好像也只能拖他后腿吧 将解救济你不会吗 我不会 你不会我教你 你就用 美人机 你是让我勾引他 这水能载重呢 他亦能负重 你要是不能帮他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我一定不会绕过他 你为什么老拿这个威胁我呀 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为什么要帮温经理完成目标啊 嗯 你觉得这事有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了 但是根据这段时间 我对你业务能力的观察来看 这事吧 可能性极小 是 我是说真的啊 他是因为我才被上级领导批评的 他这业绩要是再上不去 估计就得卷铺回家了 而我 我作为他的助理 也得失业了 那不行 温氏集团 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挤不进来的大公司 校园你可不能失业啊 嗯 你放心 我 用尽我所学的法学知识 帮助你 我用你的法学知识干什么呀 我呢 其实 就是想要你帮我去看看他 又偷看啊 上次便当的事 他还没找我算账呢 自己去摆 我 我这不是刚跟他说的 暂时先别见面了 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伤了他的心 你俩恋爱了 不可能 我 我和他 他 他 他只是我的领导 嗯 小元 我怎么跟你说的 女人当自强 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做好自己的事情 金子到哪里都是能发光的 对不对 没错 你不要老是去想那些快速的 没有用 我发誓 是 是 嗯 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所以 你可以答应我吗 嗯 嗯 好的老板 您说的话我一定照做 保证一程的任务 一人分是两角儿 自己做坏人 成为自己感情上最大的敌人 齐高一招啊 小实习生 注意你的措辞啊 什么小实习生啊 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 你别过来 我 我 我不是怕你 我是眼里融波的沙子 所以说我是沙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说了 别过来 我来找吴公司经理 他在吗 很明显 他不在 有什么事 我可以替你转告给他 那 那袁助理呢 很明显 他也不在 我是你们袁特助的好朋友 我来看看他是今天上班没有 好朋友 不仅小元没来上班 连带着我们温经理 也好几天没来上班的 温经理最近也不知道 受了什么刺激 刚才还打电话跟我说 未来要请一个星期的假 一个星期的假 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没错 说是受了什么刺激 心情低落 可爱 我以为是 鼻子的假 你还没有 在这儿 不如我 不如我 我刚才想到你 溫俊哥 溫經理請下了 對 昨晚他給我打電話說 要請一個星期的下 那他現在在哪?你知道嗎? 這個 我不太好說 他好像也不太願意見人 但如果是你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還真是 你現在是 我還知道 那我找到了 你不太好 我一想 你想說 兩個人 你要是 你不太好 你別說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 那你不太好 什麼? 你不太好 你上次對 小熊的事 追妻一时爽 一直追妻 活上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药后来 我给你一个地步 我给你一个地步 把这太大的 你还在哪儿 那我给你一个地步 你eler面是 然后你买了 就是那种久的地步 你可真是 我也做到 这么说 然后你也一定要 你有任何人 那你能帮我开下门吗 我们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我不是陌生人 我是 我是他女朋友 我从昨天晚上就一直联系不到他 我现在很担心他 我怕他会不会出点什么事 那我也不能跟你开啊 除非你能证明你是他女朋友 那他叫什么名字 三 啥人 三 英文名 那那他中文名字呢 中文名啊 你连他中文名都不知道 还说是他女朋友呢 小姑娘 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呀 现在社会上 有很多不思进取的青年男子 专门骗纯情小女孩 就是那大家说的那个渣男 游戏是这种长得帅的 你可要多提放点啊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怕光 酗酒 颓废 你还好吧 想喝酒 喝酒上身体 对啊 凝聚您的垃圾 我不配 自我评价障碍 你来干嘛呀 不是说不要见面了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 那你没事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我没事干嘛要去上班啊 我就是一个卤士 自暴自弃 这不就是铁型的 抑郁症症状 你饿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交外卖啊 完蛋了 这不会真的做了抑郁症啊 对待抑郁症患者 就要真正走进其内心 给予他最贴心的照顾 和最真诚的陪伴 陪着他一起 做出阴霾 我给你点了 我最爱吃的 养生牛骨汤 香芋排骨 还给你搭配了甜甜的西米露 相信你吃了之后一定心情愉快 来 你发的问题我看过了 不通过 人是铁 饭是刚 一顿不吃饿的慌 你看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别到时候你那么好的身材 鸡肉都给饿没了 得不偿失啊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 如果你实在不想见到我的话 那我一会儿先走了 饭在外面你记得吃啊 我先走了 我给你盛汤 我去 好香啊 不行 忍住 忍住 文静爷爷 吃饭了 嗯 一看你就真饿了吧 你现在这个情况啊 就是身体饿了 但意识上却反应迟钝 这意识和身体一旦不同意啊 自然而然也就导致了 你现在厌食的情况了 那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放心啊 要不让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你不用 毕贤 我和温静晨已经达成共识了 他已经同意我留在公司 继续辅助你 你看我们现在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相信他会理解我们的 不去 那我陪你在这儿住吧 男女受受不欠 我可以睡沙发 我可以睡沙发 什么呢 失眠 那你坐在沙发上干嘛 我怕 我怕 抑郁症患者 最需要的是陪伴 最害怕的是夜晚 一旦到了晚上 便会情绪低落 失眠恐惧 切记 你一定要注意他的每一个行为 深夜是最危险的时间段 果然 失眠 情绪低落 一样没跑 你可以抱抱我吗 这 你不是说男女受受不轻啊 无情的人 总喜欢把白天说的话 当成夜晚拒绝别人的借口 我困了 要不 你回房间睡吧 我害怕 睡吧 时间滴滴滴滴答答过 随意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 我还想什么 有点 好 行 没有 我 按掌 快点 快点 跳啊 跳起来像我一样 这样这样 蹦起来 举起手 跳啊 你怎么这么僵啊 放松 放松跳 放松跳 这这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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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就是太老实了 知道吗 酒吧这种地方 不是你来这儿喝闷酒的 酒是要喝 但是喝一喝 跳一跳 你身体里面的酒心才能挥发出去 知道吗 你还真挺我想生啊你 喝酒还顾虑自己的身体 我年纪大了 酒也喝不动了 所以我现在一般来酒吧 都是有目的性 你到时候看 怎么个目的性 泡妞啊 这么多美女 那你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我今天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我泡妞 我今天的目的是帮你泡妞 我 好 省得你再沉浸在你那 无法自拔的小情绪里 算了 我还是在这儿安静的喝酒吧 你看隔壁说那女的 盯了你一个晚上了 你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算了 算什么算啊 是不是野猫 走 走 走 哎 美女 一个人吗 是啊 介不介意我们两个一起 不介意 坐 哎 是这样的美女 我朋友呢 想跟你认识一下 好啊 你看人家没你多大了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两个互相加一个微信怎么样 好 太好了 手机拿来 不用了 来这儿干啥呀 默契 好 我扫你啊 我扫你啊 好 哎呦 这名字好听 你是干投资的还是干红娘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 没事没事 她可能今天喝得有点多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反正微信已经加了 回头你们单独私下再联系啊 不好意思 对了 这桌我买的啊 哎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 人家那姑娘一看就是不怎么出来玩的 挺好的 你到底喝不喝你 喝喝喝喝 没劲 嗯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干吗呢 我 我是想悄悄地告诉你 我饿了 饿了 会感饿了 没想到这家的早餐真的挺好吃的 这豆花非常的 尝一尝 怎么样 好吃 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 那我们回去上班吧 你陪我啊 当然啦 这么大的难关 我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嘛 可是某些人跟我说 他是有未婚夫的人 我觉得 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了 他呀 他能跟你比吗 啥啥啥都不行 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 我和他就是一纸合约的关系 可是我和你不一样 我们两个是 是什么 是 是一起经历了失败的人啊 所以你甘心认输吗 甘心就这么被那个 啥啥啥都不行的老男人 一辈子踩在脚底下 你怎么总是要强调他 啥啥啥都不行呢 他本来就啥啥啥都不行啊 你这么生气干嘛呀 我不过也只是不想让他再欺负你 真的啊 真的 所以你必须努力起来 你必须得证明你自己 你要努力地走出自己的瓶颈期 这样我才能顺利解除婚约啊 原来是为了自己啊 那我们 一会儿吃完饭 就回公司上班怎么样 人生的瓶颈期啊 不进则退 我现在呢 是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怎么会呢 我这不是在拉着你往上走吗 你自己吃吧 突然不饿了 什么情况 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 何必麻烦温董陪我走一趟 其实呢 他平时啊 很少回来看 温董好 只有我来看他了 温董好 好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我是想让靳晨哪 陪着叶总 把咱们公司的环境熟悉一下 这毕竟以后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还长着呢 是是是 靳晨哪 老板 出去了 见客户去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没说呢 晚的话可能就不回来了 要不我打电话催他一下 不用了 以后有个是机会 温总工作要紧 行吧 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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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好 一会儿建成回来啊 咱们有些事情再上来上来 来 你的咖啡 注意一下 都市立人的美感好不好 嘴张那么大 这么困你昨晚干嘛了 我昨晚几乎一夜没睡 不睡觉干嘛 伺候大爷 伺候大爷 小云 你大爷 是伺候温经理 我跟你说 我昨天去到他的房间 我就敲门不开不开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 不喝不喝 吃饭吗 不吃不吃 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想 蹼下 你说奇怪不奇怪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和温经理 昨天晚上睡一块儿了 这不是重点啊 这还不重点啊 重点是他说翻脸就翻脸了 说翻脸就翻脸了 我不跟你说了 不是不是 那你说吧 他好好一个人 怎么说变就变了 是这样的 我今天看他脸色好一点了吧 然后我跟他说 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上班吧 结果一提上班 那脸色就变了 这个很像那个叫 上班综合交定证 要不然你带他上医院瞧瞧吧 我也想啊 可是他今天直接就把我锁在酒店门口了 我现在想见也见不到他 好 你看啊 不仅会及及医 而且不肯见人 你说他不会想不开吧 不会吧 哦 很难说啊 这种病 一般他这种病 他最后的结局 他都 嗯 嗯 你干嘛去安眠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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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帮我把门打开行吗 我男朋友在里面我怕他出事儿 我说小姑娘啊 你听我一句劝啊 这个男的一看就是在忽悠你 他每天都要生点事儿 不是不是不是 他脑子有问题 我怕他想不开 求求你了 把我把门打开吧 行行 我帮你开门啊 行行 好 住手 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 死了就能一了白了吗 明明什么都重要 你知道吗 喂 你不要再晃我了 再晃一下 我真的要被你晃死 不是 我不许你再离开我 哪怕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排挤你 我也在你的身边知道吗 那你 还讨厌我吗 讨厌啊 那你以后不许不接我电话 不许再看到我撒腿就跑 不许不理我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不要像个小姑娘一样 要死要活就行 我饿了 好好好 吃饭 我要你做给我吃 做做做 想吃啥都行 好 桂姨 哎呀小元姐 你可回来了啊 我都想你 桂姨啊 温经理说来看看你 顺便吃饭 我跟温经理那都老熟人的 你别说吃饭了 你住两天也行啊 就住桂姨那屋 桂姨 安开玩笑 你们快点坐啊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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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坐就行了 你回去歇着吧 你坐啊 突然好困 我要去先睡会儿啊 没事 别叫我 我要睡上十二个小时 嗯 走吧 坐下坐下 好好坐着就行了 多吃点儿 哎 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啊 嗯 嗯 这个好吃 你尝一下 嗯 哎呀哎呀 你去哪儿啊 睡觉啊 这边 哎 嗯 啊 嗯 朱花 回来 哈哈 啊 哎呀啊 你再說 你要不要吧 你無法做到 你就是了 了 你不喜歡 他最喜歡 我率先 你不喜歡 你也不喜歡 你不喜歡 你 провер開 他太大了 你还愣着干吗呀 赶紧坐下吃啊 吃完上班去 你要去上班了 对啊 只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没关系 有你陪着我 我信心满满 太好了 你终于想通了 对了 快尝尝我给你做的 好好吃 好吃好好吃 好吃以后天天给你做 好吃好吃 嗯 你看你 一来公司就精神 说明你还是热爱工作的 那是因为有你啊 你可答应我了 不许再乱跑了 放心吧 我呢 就会好好为你加油打气 有监控啊 怎么 你不想为我加油打气了 哎呀我答应你的 我肯定会做到的嘛 好好加油 你可以的 好 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老板 叶总等你很久了 哦 小心 你还真把他给找回来了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很幸福 我要和他公平竞争 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平的起点了 我不在 我在 他会全程在我身边 我不希望他对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所以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 温总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我们两家公司联合才能使利益最大化 您很清楚这一点 一切照常 以后 还请多多关照 叶总慢走 不许多关照 天才少女元思雅 虚敏 虚敏 那 我什么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 好 您好 一杯美食打包好 两杯 一杯打包一杯在这儿好的 再来一杯卡布奇诺给这位女士 好的 小姐 叶总 后面聊一下吧 袁小姐 叶总找我有什么事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我希望你离开温室 否则 这次的开发案 我会考虑退出 是什么节奏啊 没有你 这次成功的几率是99.9% 没有天一 成功的几率可能 不到50% 你这么跟我说 难道是因为温敬 你以为我把你当威胁啊 你想多了 我纯粹就看你心情不好 怕你因为情绪影响工作 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那我当情节就直说呗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这个里面的厉害关系 你会希望看到温室因为你 而受这么大的损失吗 你和温家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 我相信你一定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你一定是个聪明人 没写我 我相信你 你怎么办 叶总是温经理的前任 你 听谁说的 你啊 你上次说的 哎呀 初恋嘛 就相当于是过去时 过去时和现在时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叶总就是温经理的过去时 天一是温室集团的现在时 你这咖啡还没送过去呢 你要这么说 也对 你的咖啡还没送过去呢 滥勇之权 谋取私利 升去高位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吗 那套鱼还有没有一点职业操手 小声点 小圆圆 你千万不可以怂啊 我没怂啊 我哪像怂的样子啊 那好 我们现在去找温经理的好个说法 哎哎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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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站在公司的立场 想问题 不能那么自私 万一我去了人家 真的跟温室姐约了怎么办 怎么可能 他明显就是在针对你 他不是在针对公司啊 我知道他是在针对我 所以我更得顾全大局 冲动是魔鬼 我就是气不顾 你都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总没关系啊 反正我又不是爱这份工作 我就是担心 我担心温经理知道之后 会不会被我气得抑郁症复发呢 你居然主动请我吃饭 还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我知道 我平常有那么一点点小气 所以说今天弥补一下你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不用在乎价钱 难道这丫头真被我吓上了 钱都不在乎了 行吧 看在你最近照顾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这顿饭 我请 我请 我说了我请就我请 只要你开心就行 这里消费很高的 只要不是五万八都可以 我是你上司 怎么能让你请我吃饭呢 我这不是要辞职了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歉意吗 先生小姐 要不要先点餐 你说什么 先点餐 我没问你 你先忙 一会儿来点餐 你刚才说你要辞职 我知道 我言而无信 很不地道 可是我看你现在状态也还不错啊 我好像 除了帮你加油打气 也帮不到你了 可是 可是加油打气它也是一种能力 总之 我不允许你离开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怎么可能啊 我这沙包大的拳头 谁敢威胁我呀 行吧 让我再考虑一下 要求你 男人 我打鼓出来 谁敢威胁你 我 要求你 我 要不接着 你 这是一个真正的 我得找柜仪把他约出来 好好聊一聊 这熟悉的操作 这熟悉的味道 说我了 我 我刚好也是想找你 什么事啊 是不是 只要温经理能够完成 我们的婚约就能解 没错 那我辞职就是对温经理最大的帮助 什么意思 温经理的初恋来找我了 给我下个通牒让我走 虽然我挺不爽的吧 但我回头想一想 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 与其让我耽误他 让我影响他的情绪 还不如眼不见为镜 就因为这个 所以说为了大局着想 我觉得这点牺牲我还是可以做的 让我走吧 我私底下一定会为温经理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可能 我说了 我不许你离开 总之 我不允许你离开 我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 总之 这个案子结束之前 你不能离开温室 否则 你这个婚约 这辈子都别想解除 为什么 你每次都不开灯啊 因为停电了 这么巧啊 每一次都停电 不过没关系 我有手机 你给我 你给我 闭眼 为什么要闭眼 又不然没见过 有什么不能见 你不闭是吧 你给我 我 你给我 给我 我 我 你给我 让开 让开 咱们跑什么呀 不知道跑什么 跟我跑干嘛 这这这 我这这 自己家里跟做贼似的 你说这 还有啊 我这什么时候让你开灯了 我这不是开 家里灯亮了吗 我就 就就就就 就什么就 你不知道突发情况吗 跟你说了 十五分钟之内 十五分钟之内 谁拿到家里脖子上 你都不能开灯 你不知道你掌握的是 我未来幸福的开关吗 要不是我反应快 就毁在你手上了 是是是 都 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怎么了 把这件衣服处理的 看着 这料子挺好的 你这 我 我跑什么呀 来无影去无踪 跑得居然比我还快 究竟在躲什么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嗯 我决定和你并肩作战 行 这么担定啊 我担定吗 昨天你知道我要走的时候 明明很生气啊 怎么现在看起来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那你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月月 你看 现在办公室里也没人 我们两个 是不是可以说 悄悄话 就是因为没有人 所以我们 才需要大声地说话 月月 我喜欢你 我 我想知道 那你呢 我一直都想着 你对我是什么感觉 你明明知道 我现在有婚约在身上 我不介意 我只介意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你知道 我是关心你的 关心是喜欢的意思吗 关心 关心就是不讨厌的意思 不讨厌也是喜欢的意思 好 除非 除非我顺利解除婚约 否则 我现在做的所有行为 都是对温锦诚的不尊重 哎 可是你也知道 这个温锦诚实在太不能顺劲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好好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啊 看 这还不简单吗 我帮你约的 您终于打算要告诉他您的身份了 他已经起疑心了 他现在才起疑心 也算是反应相当快 这么说 你又不准备走了 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啊 帮我个忙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呢 帮我做件事 好 陈儿姐 给 吃饭 嗯 郭姨啊 你家靳晨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还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解约的事了 你帮我转告他医生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有一点不按套路出 把他记性也不太好 所以呢 你看 解约协议 我已经准备好了 名字我都已经签了 他回来 随时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 啊 我会帮你转达的 哎 小小姐 那你这么着急解约 是不是有别的男人啊 哪有什么别的男人啊 怎么没有 温经理啊 你别瞒我了啊 我看着都这儿这儿的 贵于我呢 还是那句话 那你和温经理 那是郎才女梦 天造地设的一对 没有 你别想多了 你到时候帮我转告他 还有 这个 是他昨天落下的 你帮我还给他吧 扣子 好 多吃点 这么好的衣服 说不要就不要 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也太浪费了